低清 我是教演唱會 201號 你要作的還是真的 真的 真的 我第一條接觸你們的影片 就是明晶那條 是因為明晶才認識我們 不是,因為你們 所以我剛巧認識了明晶 我寫真的 是,因為我那時候出MV 你會不會 想有人攻擊你 嗯? 想有人攻擊你 再多一次 1 2 3 1 2 3 2 3 玩完了你以為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 很突然然後也沒有什麼準備到的 訪問 節目啊 也不算節目啊 因為只是這一條影片罷了 講真的 昨天才召喚到蔣經空就要拍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會這樣突然要拍這個東西 其實是這樣子的 昨天就拍這個貼情的正片 嗯 然後莫人就講 不如這樣子 我們明天是現在拍一個影片 我講,OK啊 我們順便在你頻道上帖 我就說,蛤? 哦,可以啊 就將突然擺進來了 好了,我們有請從香港遠道而來的 再來一次是遠道而來 從香港遠道而來的命仔 耶 那來到呢,首先要問 一句很厲害的東西 是,什麼? 有沒有聽過低稱? 有 哇,有聽過 上一次訪問一個香港巨星的時候 有沒有看過 誰啊? 好打又閒 因為沒有聽過低稱的說好打又閒 尤其是… 我在帖子看到你的樣子 還有在後面那裡已經… 喂,那本東西有沒有看過? 沒有啊 很棒啊 對啊,你現在看看吧 這本是寫真來的 是,因為我當時有出MV 喂… 你… 哈哈… 我揭第一頁就是這個樣子 哈哈… 有時還可以掛在門口啊 寫照片啊 有用啊… 不錯… 那這本東西就好嗎? 我…我還給你們 我怕過不了關 哈哈… 那我們今天… 對,聊些什麼呢? 你們說吧 我聊什麼都可以 我們今天呢… 首先我們想聊… 突然間這麼認真啊 是啊,很認真 你們好像主持MV 是啊 我先轉個MV 開心點…爽點 我現在呢… 我會不會很暈高啊 會 其實呢,就是想問… 你有沒有留意我們這裡的YouTube 我有留意低稱的 我第一條接觸你們的影片 就是… 明晶那條 是因為明晶才認識我們 不是,我因為你們 所以我就剛巧認識了明晶 哈哈… 我這樣說,你信不信呢? 哇,信了… 行了… 其實明晶是… 沒有什麼看YouTube的東西的 沒有什麼接觸到的 那我覺得可以問一下 之前香港有沒有做過那些prank 是啊,香港其實有沒有做prank的? 有 玩伯利過神,有沒有聽過? 哦… 我也被prank了兩次 但你們的prank 是不是有跟劇本的? 劇本的意思是被prank過也有劇本 是啊… 我已經知道 我只知道是何時要做反應的 就是外國的Just for Love 那些做出來給你 如果是讓你選擇,你會想看嗎? 會啊 你說完之後,我也想回去看看 啊,這個… 待會介紹,兩個請給你看 哈哈… 香港的網民對於KOL網紅這些 會不會有貶義的意思? KOL這個字很多時候會被人用在有貶義的 context 就說KOL也是這樣的 KOL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Malaysia這裡 有很多時候我們那些網絡媒體 他們報新聞的時候 他們就很喜歡用網紅這兩個字 可能欠人錢 他們就會寫 哇,網紅… 欠人錢… 什麼不還… 他就是要提供你的 fame 是的,真的 他又報你又報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這些有流量 這些負面的新聞比較有流量 那些觀眾是在外面的 我們看網紅這個圈子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去瞭解 可能一百個是做好事的 那三、四個做不好的事 報出來了,全世界都看到了 他就很主觀地說 大媽的網紅,每個人都是不好的 哇,一夜延伸到這樣 是的… 好的 但我覺得其實全世界都有這個方向 是的,你很少會… 很少會說報好東西 是不是你喜歡觀術評論 其實很努力 我們出個例子 譬如說今天… 來,我們低清 在九陰唱會 1年1號 你作的還是真的? 真的 謝謝 哇 恭喜… 1月1 OK… 我們晚上8點就開始了 Live是網上的 不是 真的開場 OK… 好像樂德華在紅棺一樣 好啦,就是搞一個演唱會 然後網民就會開始寫 哇,網紅開演唱會 可以嗎? 只有兩、三首歌 怎麼唱? 我們會這樣寫 這些是我們目前是最面對的 或者是最頂唇的 都不太面對的 哇… 是嗎?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香港是面對你上來 真的面對得很多 他會踢完你一腳 直接的之後 再去補很多 哈哈… 玩什麼? either or 你們會不會在網上跟網民吵架嗎? 呃…笑吧 是嗎? 其實沒有點的 你要是想改變他的想法 要是你就是還擊 兩件事你都不會成功得到 就算他說那件事 你可能是不公平 或者是不正確的 你證明給他看 你才是對的 那他最多就是消失了 他不會說 我錯了 這樣 所以其實是沒有點的 你跟他們 你們在不在意? 某些時候 我會在意一些評論的 有好有不好 不好就可能會傷害 但好的事就是 你可以得到一些很真實的評論 那兵仔 你做內容的時候 有時你投資影片的時候 你會不會 想有人攻擊你? 蛤? 蛤? 想有人攻擊你? 因為… 可能我問錯了 我錯了 再多一次 1、2、3 有時你做內容 你投資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 就是很想比較多人去評價你 給你一些建議 我會想的 我會appreciate所有的 即是有建設性的評論 那可能那些其實也會幫到你的 那那些真正去攻擊你的 你會怎樣看 比如說 Ming仔你很醜 沒有拍片 那些我就改不了 我改不了的 那些一般都是… 我告訴你 我Facebook有個很有趣的 hater 有很忠實的hater 很忠實的hater 很忠實的hater 他憎恨了我 我想五、六年了 很詳情 我出了一個Facebook post 他也會有五十多個帳戶 派一個生氣給我的 你剛才是同一個人 即是他可能會說 給我一個描述 然後是差不多 但是從不同帳戶 有很多粉絲是會特意反他 或者是反駁他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不要弄走他 他很重要的 我靠你 我現在 我最低潮的時候 就是靠他 鋪起我的Facebook 他是跟了我五、六年 風雨不改 直到最近這兩、三個星期 不知道為何偷懶了 他消失了 你現在感覺到很傷心嗎 是我擔心他 其實 快點記得回來 你如果遇到甚麼問題的話 你快點 你求助 你記得 快點回來攻擊我 我需要你攻擊 其實說真的 我們低清自己的頻道 以前是很多一些 不好的評論 好的其實都有 但是被… 不好的那些已經刪除了 是嗎 沒有刪除 因為是這樣 刪除了 我們這裡 主要是 如果有一個照片 或者是影片的一個貼文 下面由人開始攻擊 其他人就會跟著 總之有人帶頭 就會有一堆訓練在下面 所以我們先看看 是好的評論到 還是壞的評論到 那你們可以自行處理嗎 沒有理由我自己貼文 在自己下面寫 哇很好看 很棒 你不是開多五十多個帳戶 五十多個 來做我剛才說的那些貼文 可以啊 是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帳戶是自己的 是啊 他還教我 有兩三個禮拜 剛好他在放假 兩三個禮拜在這裡 那你覺得 我們的頻道會有什麼評論 去攻擊我們 低質 因為這些是最 broad 最 general 不需要解釋 都中了 中了嗎 中了 羊衰中了 低質肯定 肯定 前一陣子是說 教育小老哥 講粗口 小情 中了 我有看過你們的Vlog 你們去檳城 因為我早幾天去檳城 然後我搜尋檳城是否好玩 然後就看到你們去 你開車 你開車 好 好 這個人是白經 白白 如果是你 你今天是低稱聘請的老闆 有人留言 你們的東西沒有人看 很悶 你們轉型 做不同的事 行不行 你會怎樣去解決 說一下 因為老闆在看 他也不懂 我告訴你 你們可以做些甚麼 但是我會留意一下 市場上有些甚麼 應該有價值 但缺乏人去做 很多人第一個觸覺 就是說 YouTube最近流行甚麼 讓我先去做 但問題是 你永遠在背後 就算真的比你那麼厲害 你比別人一%好 別人馬上就回合了 那你不如去一個 Blue Ocean 有沒有甚麼 是否有人做 可能有可能性的 然後你放在那裡 你做完之後 如果再出現另一件事 那個人是抄你的 網民會說 這個人是抄K佬 你是要想一些這樣的事 OK 好像你說到 我轉型這些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會去到瓶頸 你有怎樣去 捱過 做回上來 我的竅門就是 我會選一件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還有要接受 未來可能很多條片 都不會有即時回報 甚至是會失敗 但怎樣捱過呢 那個心態是怎樣去調整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就不做 我喜歡你做了十幾年 突然你會說 哇 繼續這樣插水下去 會不會覺得 真的浪費了你十幾年的心機 不會 別人可以拿走對你的支持 但他拿不走你的技術 你不會懂游泳 你突然不懂 他懂 下一個片就不出片 你自己拿走自己的技術 價值 我自己很相信市場 但當然也有些提示和技術 因為市場告訴你 你每一條片都跌 那是一個真實的市場反應 就像你所說的 十條片可能沒有觀看 沒有什麼 說真的 如果是給我們 我可能會覺得 沒有觀看 我怎樣 我怎樣 你是要問這些問題 對 那怎樣 那就是要想怎樣 但想來想去都不知道要怎樣 就是 做到好像十條片 二十條片之後 沒有啊 你有做這麼多片嗎 我只是打個比喻而已 我只是打個比喻而已 那你做十幾條片 是做十幾條一樣的東西 還是 還是你會吸收了 OK 那些人不喜歡看這件事 我改一改 或者我做另一件 有沒有這樣的 應該都是說 執著堅持去做同一件事 以不改變 堅持是好的 我覺得 可能你堅持那件事是對的 只不過沒有優惠 那會不會是轉一轉形式 去做你那件事呢 我用一個比較現實生活的公司 SpaceX 大家有聽過這間公司嗎 有 SpaceX是火箭公司 那當時Elon Musk 我偶像他開了一間公司 2002年 我要射火箭上太空 私人企業 你怎樣做一些國家才做的事呢 大家都會覺得他失敗 而他是來自植谷的 他們的 business model 他們的 mentality是什麼呢 就是他預料了 未來射的三四支火箭 都會失敗 這個是他預料的 然後他希望每一次 救火箭掉下來的時候 他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去學 究竟是甚麼出了問題 然後再增加下一次 這個是我覺得 要有的心理準備 就是你要 Try and Error Try and Error 你要不斷試 遇到他會失敗 但其實每一個失敗 你一定要有些東西吸收 否則那件事失敗得很不值 但明明你們的頻道是 比我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我分享 我那時候就是 我出了一段影片下跌的時候 我終於找到一件事 是比從零開始更難 跌 由負數開始 這個真的是… 我其實很明白 我每次出一段影片 真的要提醒一些 之前不喜歡我的人 去不訂閱 那我嘗試就是 Harness那個能量 然後騙自己 就是說 你的影片未好到 一個討厭你的人 都離開不了你 那你要改善一下 這個挑戰難了 這個 怎麼做 其實沒有可能的挑戰 但我用來改善自己的製作 這個自己的心態真的很重要 這個 給你一個機會做人家 你沒什麼說話的 可能我不看頭入座 我今天來上課的 Hanmin仔教課 我來學 你們又不分享你們的秘技給我 說秘技 我沒有 你們的流量密碼是什麼 我們的流量密碼是什麼 對啊 導演 臭口吧 臭口 今天很感謝 從香港到來的Ming仔 謝謝 好啦 謝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你可以like、share 還有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 如果要去到Ming仔的YouTube頻道 去觀看他 更多不一樣類型 一些很有知識的影片 你可以學到更多 是不是 是 我老了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以後再見 拜拜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能不能拍到的 能拍到的 張三 你好 大希 你好 我們講華語可以嗎 你們自己聊嗎 目前為止有接觸過 有哪一個人 我接觸到大部分的都是DJ 是電台DJ 哦 我以為你 我等你今晚帶我去 我才可以 胡 呀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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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